路口監視器拍下一輛汽車撞到逆向車道 兩車發生擦撞 車頭撞到彎一邊 畫面觸目驚心 沒想到竟然是五車連環撞 好大的一箱車禍 民眾目擊全看傻眼 汽車車頭嚴重毀損 機車也幾乎變成廢鐵 全毀了 五車連環撞車禍發生在高雄林雅區 15號晚上11點出 一名二手車商男子 開著BMW要和客人赴約 但在路上不滿被賓士車操車 結果追上去 卻去追撞前方機車 機車遭撞 又撞上路邊兩輛汽車 這時BMW又失控逆向 撞上對向車 瞬間馬路大打劫 騎士遭撞頭腳擦挫傷 送醫治療 而肇事的車輛BMW也被發現 車牌是影印戶背來的 根本是未造車牌 駕駛三人均無 酒駕情勢 米南色錢 我叫文書 訊號1 請把第216條 我叫文書先禮犯 我叫文書先禮犯 二手車商開BMW不滿被超車 竟然就在路上禁訴 結果撞上騎士 又逆向撞對向車輛 馬路連環撞 交通大亂 車牌還是未造的 量出車禍 賠償金額不小 還得被移送法辦 實在得不償失 記者拆雙擊 金線中 陳安山 高雄採訪報導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你們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